法定最低工资改为一年一减 并且引入计算方程式 但工联会认为基数仍然太低 工联会权益委员会认同新机制 以及甲类消费物价指数 同共享经济繁荣因素挂钩 也可避免工人经济不景时遭到减薪 但指出最低工资由一年价28元 增加到去年40元 胜幅大约是4成3 而同期通胀累计达到4成5 最低工资长期跑输通胀 希望政府可以在新机制实践5年后再作检讨 并且加入生活工资作参考指标 解决在职贫穷问题